大家好,我是Kokoです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不同的文型 第一個今天要講的就是 と言っても 前面就是金動詞普通型 い的用詞 な的用詞 或者名詞 がと言っても 它的意思雖然是 沒有什麼 但是沒有什麼 這樣的意思 譬如我們看一下這裡的例子 大学の時 フランス語を習慣ったことがあるの? へぇ,すごいね と言っても 簡単な挨拶くらいしかできないんだけど 這裡的例子就是 我大學的時候 就學過法文的 哇,好厲害呀 但是他就說 雖然這樣說 也只懂一些簡單的打招呼 所以這個 と言っても 就是一個 接続詞的使用 即是你說 對於前面聚述的內容 後面那句 就是補充說 可能我認識這個 但實際 也不是去到很高的程度 這樣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就是 とおにに とおにの とおにに とおにに とおにの 前面就是動詞的詞書形 或者台形 加とおにに 或者とおにの 然後名詞 加の 加とおにに 或者とおにの 亦都可以是有加丁丁的 這個時候 就是名詞加 とおにに 或者 とおにの 這樣的 它的意思是 如果 某某某 這樣 或者按照 某某某 這樣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 這裡的例子 這個時候 私がいうとおにに 鍵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接下來 請按照我講的 進行會議的準備工作 這裡就是按照的意思 今天就先講這兩個文型 我們明天會繼續講 這個也是 とおじ開頭的文型 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你想找這個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多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Facebook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一起努力 繼續找N3的文型 明天見 またね 拜拜